今天是我们协会第三次举办年会 其实我们当年举办第一次的时候 原本是想要年年办 但是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次办年会 在上一次其实是2018年 那所以这次的成果发表 其实我们等于干脆是把过去协会成立以来 六年的成果一起整理给大家 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张图 就是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正那个蓝色底就是海 然后绿色的就是或者有一些灰灰的 这个就是卫星的空拍图 然后上面有很多黄色的线 这个黄色线其实就是我们实地 在现场加访的时候 我们的志工我们的成员 拿自己手上的手机去录下来的轨迹 也就是说上面这些黄色的线 其实就是我们实际真正加访的所到之处 那也就是说这张图呢 它等于是可以呈现我们目前高翔度绝育计划 扩张的可以用版图来形容它吧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那目前其实台北新北跟基隆 是已经被我们全部做访查完成 那桃园呢是正在进行中 那接下来就是用这个 我们从一开始2016年到2021年 这六年呢在北北吉陶四个地方 结扎的数量的变化 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计划推进的方式 那在2016到2017的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计划重点其实在基隆跟台北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基隆跟台北 分别每年绝育的数量 那这两个城市呢 刚开始每年都是将近300只的结扎数量 但是在头两年过了之后 其实台北跟基隆需要结扎的狗 已经大幅的下降 所以呢数量就变得比较少 那到了2018 2019呢 其实我们的计划重心就转到了新北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 新北灰色的部分 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高峰 就是2016 2017 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始真的执行计划 那2018 2019是火力全开的 在新北这边做结扎 那也因为这个火力全开 把大部分的母狗都扫荡过去之后 到了2020年 其实新北结扎数量就逐年的减少 那再来是桃园 桃园的话 我们其实在2020年之前 我们的计划是固守在北北基 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做任何桃园的案子 所以可以看到2019年桃园才扎了45只狗 那到了2020年就暴增到将近1600 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区域 那我今天呢会把基隆台北 还有桃园的部分很快的带过去 那今天要讲的重头戏 其实是我们终于整个完成的新北 那有一些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基隆的部分啊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张图的重点 是灰色的长条图 那这个灰色就是他们收容所抓到的幼圈 那从一开始呢 一年472只 到了去年 整个基隆一整年365天 其实只收了25只小狗 那这大概是大概收了三次小狗左右 也就是365天只有三天 他们收容所有小狗进去 那是降低了94.7% 那现在基隆的状况 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基隆的志工 跟眼线非常多 那基隆防疫所这边 也还是很重视结痂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狗的状况 其实是很稳定的 那桃园 呃台北的部分呢 要请大家特别看的啊 是红色这个 这个是台北特有的一个非常棒的数据 因为台北市1999的这个市长信箱 就是民众的这个通报热线 大家使用率非常频繁 大家都知道使用这个管道去通报流浪动物 那他们数据整理得非常好 那在2015年的时候啊 一整年民众打1999 去抱怨流浪犬的案件 有4925件 那一直到了去年呢 其实民众通报量已经掉到1023件 那是降低了将近80% 那台北市这个成果其实是非常好可以去反映说 这边的人犬冲突真的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他跟幼犬入所的下降其实有不一样意义 因为这个是真的代表说不只是狗变少 其实这边的居民跟狗之间的冲突呢也是下降的 那台北市的现况其实是台北市整体的市民的动保意识都比较高 所以台北市里面如果有出现还在生的狗 其实几乎很快就会通报到我们这边 那另外台北市比较特别的其实是在2016年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阳明山的管理处其实是不愿意那个园区里面有TNR这样的绝育计划 所以我们其实就没有在里面做结扎 所以台北市其实没有完全的做完 就是还剩下台北市辖区内阳明山国家公园这一块 那现在呢虽然阳明山国家公园有要开始做这样计划 但我们的人力其实现在都在桃园 所以这个是也许未来可以回头去把它补起来的一个部分 那桃园的部分其实大家手上拿到的年报啊 里面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数字 那这边简单跟大家讲就是呢 12个行政区其实我们已经执行了7个行政区 那希望呢在2023年上半可以把整个桃园的部分完成 好那接下来就进到那个新北的部分 这边的数字呢是比较完整的 那这张图是我特别想要拿出来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4月初的时候有跟新北动宝处合开一个记者会 去发表我们新北绝育的成果 那这个是我们的家访志工帮忙画的一张图 那如果有来真的参加过家访跟我们很多年的就会知道这张图的意思啊 就是它上面有非常多红色的小人 然后看起来就有一点失神的在看着手机一直走 因为我们的志工就是跟着我们一直访一直访 每两个礼拜就是来疯狂的访一个下午 所以他的心情其实跟这上面的小红人的感觉是很像的 那这边呢我们总共花费了4700多个人次 然后花了四年的时间走了一万两千多公里 把整个新北市呢都踏遍了 那整个新北市呢我们最后呢绝育的犬肢里面呢 有30%的幼犬70%的成犬 那这边呢是四种犬之来源 就是野犬放养犬弃养走失 还有一些是无法分辨来源的 那其实可以看到就跟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野犬跟放养犬其实占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比例 那再往下呢是新北各行政区母犬绝育的总支数 那我把这个列出来呢其实是给大家看一下新北市一个29个行政区 彼此之间差异非常大的一个行政区 像最左边的卢州是新北市非常市区的地方 我们整整六年只在这边结架了40只五狗 但最右边的新店在新北市就是既有山区又有市区 又有工厂区的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那他呢我们结架了884只狗 那大家手上拿到年报啊 其实我们这次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叫新北之旅 就是是看起来有点像旅游杂志的一面 那个其实也是我们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就是我们在新北绝育的过程中 真的体验到这29个行政区各有各的特色 那我们关注的是狗 但是却在关注狗的过程中 发现这些狗跟当地的居民啊 整个地理环境有非常多独特的互动方式被我们观察到 那这张呢就是最后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总成果 那上面非常非常多的点 如果慢慢的数 这边其实有大概18000多个点在这张图上 那黄色的点呢就是没有主人的狗 然后灰色的点就是有主人的狗 那我们最后清查出来呢是有32614只乌竹犬 然后有11163只乌竹犬 总结总和起来呢总共数到的是43778只乌端犬 那这个跟我们2017年的属狗的估计呢 那个时候是估计大概是37886只 这个误差大概10% 我自己觉得在这个属狗的结果的实用性上 10%的误差其实我觉得是还算满意的一个范围 那再来呢跟上面这个图是类似的 只是我们把这个点的颜色区分的方式改变了 这个黄色的点是这边的母狗绝育率 还没有到80%的地点 那灰色的是母狗的绝育率已经超过80%的地点 那总共呢有15499处都是母狗绝育率超过80%的 那当中还有1823处则是母狗的绝育率还不到80%的 那这每一个点全部加总算在一起 最后呢会得到我们最后的母犬绝育比例 其实已经从一开始的59.6%提升到现在的86.8% 所以呢按照计划的目标80% 其实我们这边是有成功的达到我们原来定下的标的 那绝育率达标代表就成功了嘛 其实那个还是只是一个指标而已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也是还是想由公部门这边的统计资料 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那新北市的幼犬入所其实也是下降的非常明确 这张图啊就是下面的长条图有八个 那个是因为新北市它幅员广大嘛 他们其实有八间不同的动物之家 那可以看到历年来其实每一个动物之家 幼犬的入所量其实都是在下降的 那总共呢是从2694只每年 那降到每年344只 其实降低了87.2% 也是一个非常巨量的下降 那里面数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这个上面的红线啊 也是新北市1999的通报 但这个通报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没什么显著的改善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非常合理有点奇怪啊 因为那么大量会发情引来 民怨的狗都被扎掉了 为什么数字上看不出来 那我跟动保处的杨处长讨论 他想到一个原因是 他觉得新北市有很多新开发的区域 这些新开发区域其实里面原本都很多流浪狗 然后原本没有人 但开发完的人搬进去了就可能会开始通报 这个是他解释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的确也是有可能 但我看到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是 新北动保处因为整个编制很广大 其实他的八个动物之家都会接受民众的通报 然后呢也很多民众直接就打电话给动保处 也就是说新北动保 新北的市民对于1999来抱怨流浪犬的使用率 远不及台北市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通报的资讯有可能跟真实的通报量落差非常大 因为其实他们每个动物之家收进来的资讯都没有很整齐 所以其实最后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统计 那所以呢我们也是规划新北这边可能需要重复再去做输狗 才可以更好的去佐证我们的成效 那最后呢新北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超级重要的成果 那是从2020年开始啊新北动保处有一个非常棒 几乎是独步全台湾的政策 就是他们的狗一定要绝育之后才可以送出去 那绝育之后才可以送出去 象征的你一两个月大最可爱的时候的小狗其实不能送 那我们其实早在2018年就一直请动保处不要送掉没有结扎的狗 因为很多没结扎送出去就是在外面再生了 可是当初小狗真的太多了 所以动保处真的很难做到 那实际上呢随着我们的绝育计划呀 收容所的幼犬的数量巨量的减少 就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刚刚的图 那巨量减少之后 其实收容所里面的人力资源相对就充足了 那充足之后呢 他们对于领养人的筛选追踪可以更完善 那也可以终于可以做到说结扎之后再把狗送出去 那当然这个也是跟动保处愿意执行这样的政策有关 那当这两件事发生之后呢 就不会再有会生的小狗从收容所流出去了 所以其实呢是可以减低未来流浪犬的产生 那这个减低未来流浪犬的产生又会回头让收容所的幼犬变得更少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游荡犬减量的良性的循环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就是当我们透过高强度绝育计划终于可以让这个地方政府把政策转向绝育之后再送养 那一是代表我们真的解决了这个地方公部门的原本的困难 它可以走向下一个阶段 那第二个也代表走向下个阶段之后 它等于是推波住来呢 可以让犬肢的下降变得更加的快速 那以上是北北鸡桃的分享 那我们对自己的期许 其实希望明年一月开始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新竹的高强度绝育计划 好谢谢大家